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谢谢 嗯 是啊 好不容易呢 吃一次烤冷面 就应该发个朋友圈 来报复他们的事 老师 咱们俩好像 还不是微信好了 那要办 我们俩加一下 我没有微信 我真的没有微信 我没有不信你 之前有患者 跟我说要加微信 我说没有 他们好像都不太信 那你交给你 跟他们怎么解释的 我没解释 那艾老师 没有微信是 他患者搭到你 也不是 就是我的生活比较简单 医院学校加三点一线 平时也不跟人交流 别人有事的话 一般都打电话找我 其实刷朋友圈 也挺浪费时间的 不过 今天我决定 要注册一个 要不你帮我一下 可以啊 老师一交来了 小子好了 那要不要我帮你注册一下 好啊 艾老师 你喜欢什么样的图片 我可以帮你弄一下头像 图片 证件照可以吗 你拿证件照当头像 不 不可以吗 也不是不可以 这有点傻 那就算了吧 帮我随便选一张图片 当头像就可以 走吧 艾老师 我看你 你就是我的星星 我看你在暗中 你曾经想过我过一遍吗 偷躲在星空之下 靠近的两颗心 慢慢收信 恭喜你 你现在也是一个 有微信的人了 谢谢 走吧 那见个好友吧 我的第一个微信好友 好 不得了啊 二G男孩居然还会点赞 五G都已经来了 我也得赶上时代了 那我期待你第一个朋友圈 好 你家附近是有什么 奇怪的人吗 大晚上在马路中间 这个奇怪的人我好像认识了 哥 哥 你 你怎么来了 艾景初 怎么是你啊 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我了 再好好瞅瞅 啊 不好意思 我们见过了 行 没事了 对 你俩什么关系啊 你俩什么关系啊 你 他有牙医 那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牙医大晚上 非要送你回家 不是 你吃火药了你啊 艾老师 你赶紧回去啊 你让我手机 游叔给我打电话 发微信也可以 发什么危险 你咋回事啊你啊 回家了 再见啊 赞什么线 慢点 那你干嘛 在晚上呢 快点快点 你就在车上 忘了拿给你了 不是 我只是让你 给我买个洗面奶 你怎么买那么多啊 我是是想买个洗面奶啊 但是那售户员跟我说啊 什么配套的水啊 霜啊 都特别好用 我就想着 买来给你试试吧 然后呢 隔壁的售户员跟我说了 说什么 我刚才买的是夏天的 这不冬天了吗 又给我推荐了一套 我去买单的时候就想着 你我都买了那么多了 那马一和无鹰 也不能拉下来 我就又拿了两套 不是 那你之前从法国 给我买的 你也不乎品款那么晚呢 那都是三四个月前的事了 我说妹妹啊 你这脸也不小 不能省着用啊 这说啥呢 你不过话说回来 你跟艾景初怎么认识的 不是 你们到底认不认识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都在同一个班 你说我俩认不认识 真的 那你别气啊 他这个人好像有个脸盲 像晚期的 他还是那么目中无人啊 听起来你们俩好像有仇啊 还是他抢了你爱的对象 呸 那只能说那帮女孩 你也视而有问题 你 你